谁都无法想象一年多前恒大集团大举投入电动车行业时 集团主席许家印曾经夸下海口 如今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关注 这位与中共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家 该如何挽救他深陷泥闹的商业帝国 许家印是名企业家 长期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几年前当香港首富李嘉诚 张松桥等人 有意抛售中国资产时 恒大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并购者 大陆民间金融投资家陈晓玲认为 现在可能是恒大原型壁路的时候 广东佛山政府发文 叫停恒大楼盘的银行按揭及抵押贷款 也就是民众买恒大的房子贷不了款了 被外界视为雨天收散的信号 陈晓玲认为 当局可能会把恒大巨大的债务黑洞 转嫁给业主 供应商和消费者 即使民众发起维权行动 恐怕也无济于事 新桃然记者林岑新刘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